就是YouTube的收益 昨年只有1.4萬元 我的另一邊的收益 是像是400元 這個21歲的老外 每週只需要工作一天 經營了20多個不露臉的YouTube頻道 一年時間就在YouTube賺到180萬美金 而且他完全不需要自己做視頻 從文案、剪輯、配音、封面設計 全部工作外包出去 完全實現了自動化 躺著賺錢 所以他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今天這期視頻 七七就來保姆及拆解他的賺錢模式 學習他是如何找到高流量值錢的賽道 如何找到爆款選題 並且搭建團隊實現自動化賺錢的 在視頻的最後 我還會送給大家一份20家高流量值錢的 YouTube賽道清單 幫助大家快速找到值錢的定位 OK 廢話少說 我們直接開始 這個人叫Noan 他經營了20多個博物演的頻道 我們先來瞭解一下他究竟做了哪些頻道 他之前在訪談中透露過 我會示範我們前面的 你最主要是 那些人遇到愛情人的朋友 這就是 像是 那些人很驚訝的朋友 或者是 那些人失去的家庭 例如 這影片給我 我賺到69,000 這個就是他進的其中一個頻道 是名人賽道 主要是分享好萊塢明星各類名人的趣聞 视频结构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同一主题的名人素材物要切片剪辑到一起 为什么这个赛道值得做呢 因为名人自带流量 加上一些有趣或者伦理冲击的主题 就很容易突破人启动 获取到第一波流量 比如说像这个 When celebrities meet their crush 就是讲Billy Elish遇到Justin before Annie海森威遇到牛姐的故事 还有像这一期 就是名人给粉丝的惊喜合集 我们可以看到粉丝见到自己偶像最真实的反应 非常的有趣 像这些选题都获得了几百上千万的流量 而且他们的缩略图都很机智的用了名人素材 即使这些频道完全是新频道小频道 观众也很可能因为这些明星想要吃瓜而点进来 除了名人之外呢 他还做了F1赛车拳击等各类不露脸赛道 就是靠着这些不露脸频道赚到了180万美金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些选题都是美国人喜欢的题材 美国人喜欢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价值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YouTube广告收益是赚钱的大头 那么美国人喜欢 RPM广告单价就高 他频道的流量密码就是 美国人喜欢的题材加蹭热度 美国人喜欢等于赚钱多 蹭热度等于流量好 那么假如我们不了解美国人的喜好该怎么办 别担心 七七已经给你总结好了美国人热门题材的关键词清单 还是中英文对照版本 直接搜索关键词对应的英文就可以检索视频 那么了解爆款逻辑之后呢 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需要选定赛道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一步很难 因为存在信息壁垒 不知道自己去做什么类型的频道流量高能够赚到钱 所以呢 为了降低试错成本和不确定性 我们就需要去调研别人已经发布过的视频 看他们的数据 因为数据就是观众在用脚投票 像Noah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关键词检索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操作的 可以发现他会重点关注订阅人数少 但视频播放量高的频道 低粉高流量就说明 这个频道突破了能启动 粉丝低但是流量高 就说明这个频道被YouTube推荐了 说明它突破了能启动的流量池 说明这个赛道和选题有潜力有价值 这也是七七经常提到的异常值概念 除了流量之外 我们还需要判断哪些赛道的价值更高 补充一个知识点 在YouTube想要赚钱 就需要开通YPP合作伙伴计划 YPP的收益等于视频播放量除以1000再乘以RPM RPM就是每千次观看的广告收入 高价值就意味着高RPM 那么影响RPM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群收入和人群所在地区 这里给大家两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一离钱越近的赛道RPM越高 比如说投资理财房产 二主要受众是美国人 比如说体育名人犯罪案件 在去年的第二季度 甚至能够做到14到15美金的RPM 那么七七也已经把RPM将高的赛道 整理成一张表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选择好赛道后 接下来就需要开始做视频 那做视频的第一步 不是开始拍摄剪辑写文案 而是找选题 选题是什么 可以理解为你的视频封面和标题 选题是经过市场验证的需求 决定流量的成败 那么我们要怎么找到高潜力的选题呢 七七之前也分享过两个选题的标准 第一关注异常值 也就是近期爆款 第二谁做谁货 你可以发现三到五个频道 做这个选题都货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在搜寻 我发现他在搜寻 原本的题目的 是从A&E的YouTube频道 所以我开始学习 什么视频 在A&E的YouTube频道 哪些题目的 是从MICAL PANTHER上没有做过 我会把这些题目的 放在我的频道上 其实 NORR分享的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输入关键词法庭按键 去寻找这个赛道的选题 点击筛选条件 选择本月的视频 然后依次浏览视频 主要去寻找订阅数少 但近期播放量高的视频 像这个频道 订阅数就比较少 但播放量却很不错 这个选题就是值得做的 我们还可以点击他的频道 直接看有播放异常值的视频 就像这个 7天前1.6万次播放 明显高于他平时发视频的数据 也是值得做的选题 用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积累一大堆 高潜力的选题 形成自己的选题库 注意 一定要凭借数据来做决定 而不是主观感受 那决定好了赛道和选题之后 我们可以正式进入视频制作了 如何从零到一制作一个视频呢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好,就直接参与制作决定 这不是这样的事 你肯定可以开始一个YouTube频道 然后就参与它参与YouTube Automation频道 那是非常可行的 但如果有人没有做YouTube 我建议他们就开始成为一个普通制作 证据是很小的 你第一次经验的经验 我非常好证据 我非常好证据 但如果你有没有做到之前 你立即开始参与 你会很连接到你的团队 Noah通过外包组件团队去制作视频 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视频制作经验 最好还是你亲自尝试 熟悉视频制作的每个环节 因为如果你连视频怎么做都不知道 那你去招聘团队也会遇到困难 那么在实操视频制作后 并且数据已经有所起色 完成从零到一 你就可以尝试把这些工作的环节都外包出去 像Noah现在的频道99%都是自动化经营 它只需要负责策划和决策 而它选人的标准是 当然我们可以在Fiverr等平台招募人员来帮我们制作 比如说脚本文案 搜索Script就可以得到很多选择 价格从几美金到几百美金都有 假设我们选择这个人制作一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脚本 这个花费大概是20到30美金 用同样的方法检索 我们分别找到视频剪辑 50美金 缩图设计 10到15美金 配音按字数计算的话 1500字大概是100美金 我们可以粗略的计算一下 制作一个视频从脚本文案 视频剪辑加缩略图加配音 等于180美金 当然这个价格是可以浮动的 如果你选择一些更不发达地区的兼职来做 那它会更低 如果说你不想要花钱找外包 就可以借助AI 七七频道里面也讲了很多可以用AI制作的赛道 比如说文案就可以用TWiGBT 配音可以用Eleven Labs 视频剪辑可以用剪影AI一键生成 缩略图可以用Canva的模板 这样算下来脚本文案 视频剪辑 缩略图 配音 等于0美金 其实我们看到Noah这个案例 经营20家频道做到百万营收 就使它从0到1跑通了一个频道之后 批量化复制成功 一个频道能赚1万块 复制10个就是10万块 复制100个就是100万 因为流量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你通过批量复制的模式 把量堆上去 就能极大程度降低不确定性 要知道 凭空做一个天才很难 并且没有头绪 但是 做一个地才 只需要去掌握方法论 并且坚持下去 把数量堆上去 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么七七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分享 20家高流量低门槛的赛道 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添加官方LINE 输入666就可以免费领取 YouTube作为目前商业价值最高的自媒体平台 非常值得我们去尝试 就像Noan说的一样 选择一件事 你认为会存在 在接下来五到十年 然后做它每天 一天或多 然后做它十年 所以最重要的是 决定一件事 然后开始做 人类所有的伟大成就 都来源于三个字 那就是试一试 而我们的Rapid的内容影响流量系统 可以极大程度的降低你的尝试门槛 在原本的YouTube长视频教学基础上 更新了以YouTube Shorts为主的 短影音实战教学课程 和大量爆款内容模板 合化美食 旅游 运动健身 情感心理 知识 AI 露脸等主流赛道 帮你总结出爆款规律 最大程度降低内容制作门槛 让你一看就会 打破旗号赚钱的信息差 当然我们在这个课程里 是会分享更多频道没有的 爆款内容密集的 OK 如果你对Rapid 2.0有兴趣 欢迎点击描述栏下方链接了解 另外 如果你对网络赚钱 自媒体干货 AI工具感兴趣 也记得follow我的IG Keta账号 会有更多的干货分享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OK 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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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